患有异味性皮肤炎的小恩 在九岁那年皮肤痒到药都压不下来 抓至出血边走边掉泻 甚至无法入眠 因为皮肤问题也害怕同学有异样的眼光 所幸这一切在小恩遇到同学爸爸 转接到专门治疗的皮肤科医师后有了转机 我的女儿在青春期的时候 她就整个异味性皮肤炎大爆发 那大爆发的状况就是全身性的 原先她只有四肢的关节处 但是到了青春期是全身 其实除了脸之外还可以看 剩下四肢啊 然后身体躯干完全都不行 就是都会脱皮屑 然后都会一点一点红红的 会有伤口会流汤会流血 然后全身非常的一样 所以她就是在这种状况之下 其实我们也在她大爆发的时候 寻求很多的医疗方式 不管透过西药中药或者是很多周围的人 会给我们很多的偏方 那我们就会都去尝试 那直到我们真的是走投五路 全家抱在一起哭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曙光 就是透过她同学的爸爸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去找哪一位医生 那这位医生就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可以用最新的治疗方式 也就是标靶药物 就是生物质剂 我们开始进行治疗 其实当我的孩子开始去做这个治疗的时候 就像我刚刚所分享的一开始 她可能就是两个礼拜一次 然后慢慢的拉长那个周期 其实大概治疗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她所有皮肤的症状就改善了大概百分之八十 特别最明显的改善是她的睡眠 因为其实孩子应该说这样子的病人 他们在睡眠上面全身很痒 所以他们都是睡不好的 那睡不好其实就相对影响身体 也影响到心理 然后整天都没有精神 但是透过了这样一个治疗之后 其实她整个症状改善 第一个就是痒不再有 然后慢慢的伤口都修复 直到说皮肤整个可能伤痕 一些黑色素慢慢的退掉 我觉得她现在的治疗其实好了百分之九十八左右 异味性皮肤炎是一种慢性容易复发的病 除了起氧难耐影响皮肤外观 对睡眠情绪与工作社交都会产生影响 同时也会带来家庭经济上的冲击 有调查发现健保虽提供异味性皮肤炎 并有就医相关几部 但不少人为了疾病还是自套腰包 买了非健保治疗用药与生活用品 异味性皮肤炎病友 企会理事长朱家瑜就表示 期盼未来会有更多先进药物加入健保 让病友早期诊断有效控制 目前根据健保署的资料显示 全台湾大概在109年有37万人左右 因为异味性皮肤炎而就医 那我们保守估计来讲 因为也有些病人 他没有来用这个西医或是健保来就医的情况 所以保守估计应该是这个的两到三倍的数据 这个耗发在婴幼儿到儿童期的一个慢性反复性 很痒的一个皮肤疾病 那因为它很痒 所以就会影响到生活的品质 那包括半夜会睡不好 那导致长期的情绪低落 失眠 那心情的忧郁 那除此之外 他会有些共病 包括慢性的支气管的过敏气喘 那还有鼻子过敏 眼睛结膜的过敏 那等等都会造成他身体 跟皮肤 还有身上跟全身的一个负担 那久而久之呢 他会产生一些心理上的调试困难 还有就业跟交友上的困难 那在学业成绩上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它是影响是很多层面的 它最重要的是基因 我们已经找到异味性皮肤炎的致病基因有好多个 那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丝聚蛋白的基因 它的表现太低或是有突变 这会导致我们皮肤的保护力不好 那从此就会容易造成一些过敏的渗透进来 那除此之外 还会因为皮肤的伤氧去骚抓会破皮 那后天性的就是环境的因素 包括沉满的过敏 毛毛 狗毛 霉菌 还有一些环境中的其他过敏源 都会造成异味性皮肤炎的恶化 好的 那异味性皮肤炎传统的治疗 包括吃抗组织癌来止氧 还有擦乳液来保湿 那如果有发炎的情况的时候 要擦肋固醇的药膏 或是免疫抑制剂的药膏 那如果这个效果不好的时候 我们就会建议用光疗照光 或是吃免疫制剂 就是低剂量的化疗药物 来控制皮肤的发炎跟免疫反应 那如果这样的效果不脏 或是产生的副作用 那目前最新的治疗方式包括两大类 第一大类是生物制剂 就是用蒸剂的方式 那它是一个免疫球蛋白的制剂 那我们俗称它就是类似标靶治疗 它会针对我们过敏的 这个最重要的戒白素 第四号跟第十三号 来做一个双重阻断 来达到抑制过敏反应的一个目的 那好处就是它不像类固醇 会有很多很多的免疫制的副作用 基本上它对人体 几乎没有什么副作用 顶多就是造成一些轻微的 结膜的眼睛红的一个反应 那除此之外 还有新一代的就是口服的小分子抑制剂 那它也是比较属于标靶性的抑制 它是针对抑制性皮肤炎的最重要的发炎的物质来做一个阻断 那就是俗称的JAK抑制剂 那目前效果也是很显著 健保有几副 生物制剂的部分 从2019年12月开始 我们健保就已经有几副 但是由于它的价格比较昂贵 考虑到健保的财务的负担 所以我们会健保的规定就是会针对比较重度的病人 疗效不佳的病人来做给付 所以过去的标准是要使用至少两种的抑制剂 三个月足量效果不好的人 再加上光疗三个月效果不好的人 我们才会可以用健保来使用这个生物制剂 那也要感谢健保署听到我们很多病友的声音 从2019年到今年的7月底 那他也做了一些调整 从今年8月1号开始 健保有放宽生物制剂的几副标准 第一个他放宽到12岁以上就可以用了 那以前是18岁以上 那第二个就是他把原来的分数要20分以上 降低到16分以上就可以用 所以大大的造福原来所谓的中度 比较严重的这群病人 以前是没有办法使用 现在就可以使用了 接着世界异味性皮肤炎日 协会发表调查报告 期盼患者能正确就医 并且重视皮肤炎问题 及早治疗病情 避免长期影响家庭经济 甚至是工作与生活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好 现在可以出口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